哈喽大家好,我是西晨,然后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那个水彩分成色的质字方法 然后之前呢,昨天我们出了那个天然矿物水彩的那个朱砂的教程 那其实其他的比如说石虑啊,事情一样可以按照那个教程去做 大家感兴趣啊,可以去翻一下,然后之前那个颜色的颜,那个颜彩的教程,制作教程 包括出了我出了15级的颜彩教程,大家感兴趣都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颜色的颜,那个颜彩日本那个一个小方块的,就这种小方块的 这种教程怎么做颜彩,我也出了教程 包括怎么做珠光水彩,怎么做普通的水彩,这些教程我都已经出过了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之前视频里面翻 那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纸字分成色的方法,两种 然后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用的材料 一块钢化玻璃板,或者说,这个等一会再说吧 然后一个研磨土,如果钢化玻璃板没有的话,其实瓷砖也可以用啊 只要确保坚硬,平滑,平整就可以 然后那个,牛蛋汁,色粉 这个色粉是胭脂,它是一种胭脂虫上提起来的一种水性材料 它的溶解度比较高,然后这个呢,是一种人工矿源 叫群青籽 这个呢,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会用 这也是一种骨色,骨蓝绿 这个其实跟MG那个差不多,这是贝贝优的色分 然后阿拉伯塑胶,还有小鸽子,一把刮刀 好的,那么就闲话不多说,我就开始做吧 撩起我的袖外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两种方法,质字分成色 先说一下第一种方法 主要是这两瓶色粉,然后对,还有一瓶彩幕 这个采摩是等一会儿,第二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我们先准备这种 普通的色粉哈,不要去买那个色电颜料 什么是色电颜料,色电颜料就是,还不说 反正就不要买色电颜料,就买这种普通的色粉哈 最好是这种无机的,然后 人工矿物色粉,然后耐光性比较好的这种 然后还有一种准备这种水性的,比如说 枝子黄,呃,胭脂红 比如说,反正就那种植物性的,还有花青 它也是水性的,然后它就是会变成像溶液一样的 这个分成色的原理就是说,这个我们等会儿 一边做的时候一边说吧,然后先把这个 色粉淘宝上都有卖的哈 因为我们做两次,我就这边一次,这边还有点地方抹那个 我就倒的比较少了 然后这个,挖一个小坑 诶,我录进去了 昨天我,我录到这个,我没有录进去了 挖一个小坑哈 然后再倒一点我们这个 倒一点点,一点点就可以了 我拿个小勺子 一点点,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够的话,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点 大家买那种食用色素的那种粉也可以的 因为大家如果说只是玩的话,只是玩的话 然后阿拉伯塑胶,再把它弄一个小圈 这是40%的阿拉伯塑胶溶液 先倒一点点,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加 然后用刮刀把它搅拌一下 让它初次 初步融合起来 等会儿我们再研磨 可以看到这个 胭脂它已经开始融化了 它已经开始融化了 它已经开始融化了 我们塑胶不够就再加 哦,对,还要准备那个干油 我刚刚忘记拿过来了 还要准备干油 干油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其实刚刚说到我们那个 分层次的原理 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研磨的时候 两种不同粗细的颗粒 比如说我把A先研磨一小时 然后再把B拿出来 再研磨一小时 但其实A先研磨两小时 比B更细 所以说 B会扩散的比A没这么厉害 A会扩散的更厉害 因为它颗粒细 我觉得我胭脂可能加多了 这颜色有点不太对 再加一点群星 这个等一会儿 我们今天也做个抽奖吧 今天也做个抽奖 抽什么 你还可以跟昨天一样吧 抽三个人 美元两瓶色粉 然后阿拉伯塑胶 小格子 别的就要你们自己准备了 哎呀这颜色不太对 我好像胭脂纹加太多了 我胭脂应该只要加一点点 但我不知道我今天就做出来的颜色会是什么 现在看是一个 有点屎的颜色 我都不敢研磨 因为那个胭脂染色特别厉害 会把我的研磨处就是清洗起来很麻烦 要不我们不磨了吧 不磨啊 然后倒一点甘油 等下我们先试试哈 不够的话再那个 甘油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其实这个颜色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很复古的那种红色 然后加一点牛蛋汁 牛蛋汁起到一个扩散的作用 就是咱们平时用的那个水彩啊 它不是画在湿的纸面上 它会散开来吗 有的扩散性好 有的扩散性不好 不好的就是牛蛋汁加的比较少 或者说牛蛋汁没有加 这是荷尔拜因的牛蛋汁 今天我们不用研磨处了啊 因为胭脂染色比较厉害 这个研磨处的话是大理石研磨处 大家买研磨处买牛角的就可以了 因为牛角比较便宜 其实我还蛮喜欢现在这个颜色 我觉得现在这个颜色很好看 我拿拿张水彩纸给他试一下现在的 哎呀温暖 怎么掉下来了 刚刚差点出火了 拿水彩纸给他试一下 看得到吗 到这边来了 对焦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昨天的那个猪纱 但还没有干 好 又是狗猫 好烦 拿去比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像 应该不是大众喜欢的那种色彩 还行 过得起来不错 然后他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在分出那种 紫色跟那种 另外一种色彩 看到边上了吗 看到这个地方看到了吗 我感觉好像不是很明显是吧 就边边上现在可以看到一点 嗯 嗯 我的那个群青 群青籽色粉加的太少了 那我们再多加一点群青籽色粉 这个色彩其实还蛮好看 我觉得挺好看的 挺复古的那种色彩 所以你们一开始只要倒一点点 一点点 不然的话你可能一瓶色彩 一瓶色粉最后就没有了 好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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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大家那个做水彩的话,还是要研磨的啊 我今天只是因为要示范两种,然后这个染色比较厉害 等会我还要去洗,很麻烦,我就前面这个我就不用研磨除了 其实我都不想用,因为这个真的,胭脂染色太厉害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现在这个色彩,刚刚这个色彩其实挺漂亮的 对吧,其实大家看到它边边上有种分层的感觉 当然是感觉颜色比较,不是很明显 看,看旁边看到了吗,那个紫色的,出来了 看到了吧,这个就很明显了 它上面颜色比较深,我觉得这个紫色很高贵 你有没有觉得,画的那种郁金香,很漂亮 我把颜色稀释一下看一下 对焦了吗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个紫色其实很漂亮 非常漂亮的色彩 非常漂亮的色彩 好,然后我现在来给大家介绍,第二种那个分层色的方法 抽奖我看一下,因为这边颜料一摊比较大 到时候如果说剩的多的话,我就给大家合起来 我再给大家一人一块 因为只有三份吧 应该差不多 我做个三份 三个三格 然后要等那个年后快递能寄了之后给大家寄 油费到付的哈 我不付油费 特别太负油费 然后第二种方法呢 依然是用我们这个子群青的色粉 材料都一样哈 再准备一些彩末 彩末其实它是一种溶液 然后 哎呀,我这个 我再去拿一把这个刮刀吧 啊,我还有刮刀吗 这种长的尖的刮刀没有了 只有这种刮刀了 那我就用这个吧 然后挖一个小洞跟刚才一样哦 然后倒那个阿拉伯塑胶 然后用我们的刮刀 把它初步的这个 让它们融合在一起 我感觉用这个不太习惯 这个好躲啊 像那个锅铲一样 初步的先粘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色粉 如果你加水的话会掉的 如果是没有胶的话 因为有胶 你换在纸上才不会掉 然后大家平时不知道 胶不够不够的话 你就一边磨一边在纸上试一下 等它干了 你用手使劲摸一摸 如果掉色的话 说明你的色粉 要不你的胶不够 然后每种色粉吃 它吃胶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的话 这个就没法跟大家说了 只有你自己去试了 你才知道 然后找一种蓝色的 我们今天用蓝色 因为是紫色的 底色 我叫点蓝色的 它是种溶液 所以说它的粗 它是很容易扩散的 其实很多那种 大家平时做的买的彩墨 什么的 它都是那种染料做的 而且它这个还是自带一点珠光 先加送一点 然后后面看效果 效果不够 我们再加 这个就大家比较方便 因为大家平时可能 自己有颜料的话 你直接现成的颜料 直接现成一管 比如说一管紫色的 你再去家里面 有蓝色的彩墨的话 你再往里面 加蓝色彩墨就可以了 加点甘油 然后大家就是 用现成的颜料搅合的话 就不用再加甘油 不用再加牛蛋汁了 如果你觉得它扩散不好 你可以再加一点牛蛋汁 甘油就不用加 因为它里面 颜料里面本身可能就有甘油 如果你要做固体的话 你就 如果你不是直接用的话 你要做固体的话 可能还要再加一点甘油 或者加点蜂蜜 不然的话它后面会裂的 只要加一点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你后面颜色 就永远都不会干 你画在纸上都不会干 很可怕的 我觉得这个蓝色可能少了 要不今天再一元一瓶彩墨吧 好吧 我这边还有几瓶彩墨 我自己评写用不上 还有之前票的本 朋友也送了几瓶 我之前也买了一套 应该用不上 那种小分装 今天我都不研磨了 太麻烦了 就大概试验一下 示范一下流程给你们看 然后加牛蛋汁 增加它的扩散性 放到我手上 昨天那个视频看了之后 你们有人回家试了吗 昨天 对昨天还有几个朋友来私信 来问我说 阿拉伯塑胶颗粒怎么用 我说的就是40%溶液 你就把它溶解成百分 用温水 温水啊 不要特别烫 特别烫的水 是会破坏它的胶质的 它就会变得不那么黏了 感觉它们越来越近了 好危险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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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越来越近了 好可怕 哦 不动了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看刚刚那个色彩很好看 对吧 特别好看 这个分层的感觉 对吧 很漂亮 很漂亮 我们来试一下旁边这个 这是宝红的纸 这扩散到还蛮厉害的 感觉分层不明显 扩散蛮厉害的 但分层不明显 嗯 再加一点 旁边再加一点 蓝色不够 这里面应该还有出光 所以可能后面画出来 这个紫色也会有点出光声 那种感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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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旁边 看旁边 看旁边吸出来蓝色的分层的 对吧 但还不是很明显 我要再加一点 这一瓶要没了 本来就一点点 这瓶好可爱 像那种许愿的瓶子 然后扔在河里 我手蓝了 我手蓝了 这个采磨这种东西特别不好洗 这种容器 染料做的东西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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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不好洗 再加一点牛蛋吃吧 在旁边再看一下 现在好看了吧 现在好看了吧 看到了吗 很漂亮的蓝色 我加点水 试试一下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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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非常漂亮 很漂亮 它旁边有没有紫色 也可以洗出来 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对吧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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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张性也非常好 好的 那我今天这个 教程就在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收拾到这个格子里去 格子如果够三份的话 我就格子做出来颜料给大家抽奖好的啊 但是这颗粒会比较粗 因为我没有研磨 研磨一般性要研磨一个小时以上 就这么一点点色粉就要研磨一个小时啊 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差不多 应该是 如果 嗯 这种应该 研磨时间也不用特别长 因为它有一半是那个 也没有一半 就是它有相当的成分是染料 它本身就不用研磨 半个小时到45分钟 就这么一点点 人家工厂里都是用那种滚筒的那种研磨机的 我感觉今天好像是不够不够三个人 只有两个人的分 有没有觉得这颜色像那个龙雪棕 有没有觉得这颜色像龙雪棕 有没有觉得这颜色像龙雪棕 然后研磨的时候,大家如果干了的话就喷一点蒸馏水再研磨 一般性后面灌装的时候都是比较粘稠的状态了 这个就这样吧,然后这个的话我再把这瓶都倒进去 这边的话还不够 好了,这瓶没有了 这个太稀了 是吧,这个太稀了 把黑也灌进去 太稀了 过去过去过去 就这样装着 它们给了一个很大小的银 但是这种银的银子 需要上银子 去上银子 那些银子 那些银子 如果银子 吃了一口 银子 去上银子 吃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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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估计干了之后没多少 因为 它比较稀 那怎么办 只有两份啊 抽奖有三个名 那怎么办 要不就抽两个人吧 不然第三个人也没有 没有东西了呀 就现在只有这两个 看我的手脏得不行 脏得不行了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 非常漂亮 非常好看 这个分层 非常漂亮的色彩 拍个照片 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对这个视频感兴趣 并且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投币点赞关注评论 然后不要忘记抽奖哦 抽奖就是在视频下方点赞加评论加关注up主 然后抽取三位小朋友 小朋友 我怎么经常收个小朋友 其实我 我也收个小朋友 一人两份色粉 然后这两份的话就随机了 可能有一个小朋友就拿不到了 或者说我就拿不到那个那一位的话 我再多送一点色粉吧 再多送一点别的色粉 嗯 三位 然后 一个 颜料 我做了这两个 其中 任意的哈 然后两瓶色粉 然后加上阿拉伯塑胶 呃 加上那个 颜料格 好 然后 今天视频到这里 谢谢观看